我最近就是经常刷到一类的短视频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都变成一个流量密码了 但是这个密码呢 你拿到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这类视频呢就是一些男播主和女播主 都是搞笑的类的 然后他们去表演一些就是下头男的行为 就是什么是下头男的 就是可能有几个类型 比如说这个男的他非常的妈宝 比如说呢他非常的就是过于自信了 就是有点就是自恋了 然后自作多情总觉得别的女的就是老喜欢他了 再就是很喜欢吹牛 跟小姑娘吹牛 跟小姑娘吹牛 就是跟所有人吹牛 觉得自己牛哄哄的 然后就这些博主呢 就如果说女博主啊 去演这些下头男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知道就是他肯定是演的 但是咱也不知道他这个原来不断的素材 都是从哪来的 因为我最近看到就是有一个小姑娘 好像叫方投明 就是他那个素材 我觉得都是源于他的观察 比如说他有个很火的视频 就是模仿就是在地铁里 偷拍女孩的这个变态男 就是他那个表演就是太好了 就是演的真是特别猥琐 然后在偷拍你的过程中 他还去摸自己的裤裆 这个让人特别生理不适啊 当然我们女的看的生理不适 不知道男的看的什么感觉 反正就是非常猥琐 就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就是这么这么演 然后还有一个 我关注的女博主 她是把自己就是变成一个 就是租工程的一个老板 或者说就是一个不管是做什么行业 反正就是一个小老板 然后呢经常出入什么洗脚城啊 什么KTV啊 就老跟这些场所的这个工作人员 然后就是劝良家妇女下海 劝风尘女子从凉 然后天天就是承诺 简单到就像放屁一样 总是摸着这些妹妹的手 说那个下个月工程款就到了 就是你别上班了啊 那个我跟妹妹也是挺同缘 但长得特别像我的亲女友啊 就初恋女友 我一直忘不了她 你跟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要不再来晚上吃点夜消停吧 你别跟那个姚姚说啊 就姚姚都老油条了啊 就是心思可坏了啊 你不知道你是新人 哥都知道啊 你们这些人都这些女孩什么样 哥都知道 哥就喜欢你啊 就是咱也不知道 她这个素材都是从哪搞的啊 就是真就这样 就是让我们这些没去过洗脚城 没去过KTV就是的人 就知道里面就是发生了什么 就挺好的 然后还有 但是这样的博主 我刷到了很多个啊 但是他们不是这种同质化的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 就是对这种下头男的这种观察 这种呃表演的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再有一种呢 就是男博主啊 男博主他也会表演这种 就是下头男 你要你要知道 就是他们就是身份作为男性的话 就是他们对就是男人的这种下头行为 有觉察 并有反思 还能通过这种艺术创作啊 给他表演出来 这个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 因为有些男的 他做出这种下头的行为 他是没有觉察的 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呃 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反馈机制 但是现在这个反馈机制就来了啊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刷到这样的视频 呃 但是很可能是刷不到 因为我做了几个就是男性 就是同理性缺乏的这个这个视频 呃 基本上就能刷到这样视频的人 基本上都是缺同理性的男性 所以他们就会在视频里面 呃 评论区里面攻击我 因为真正有同理性的男性 就是他他看到这个视频标题 就觉得这个事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就是我是有同理性的 所以他是不会给我留言的 给我留言的肯定都是同理性比较差的 同理性差的一个表现就是 这个人就是没有就是反思反省的这个能力 就甚至他这个人的负败能力都很差 那这些男的他也不知道自己 做对了什么事做错了什么事 就是他不知道反省的呃 非常的自信啊 其实自信这事呢 是我们很多就是容易自卑的人 应该学习的一点 但是他们那个自信呢 就是稍微有点病态了 然后如果说做一个男性 他呃 觉察到了一些就是 其他男性身上的一些下头行为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哈 就是呃 这些这些人真的是活该他们活 呃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有个叫呃 徐伍八的一个男播主 就是他把自己就是呃 演成那种就是呃 每个女的都会爱上他的那种 就挺逗的 就是如果说一个男播主 去去演这种的话 就是你你一定是要有一个边界感 就否则大家就是说不像是演的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他很聪明的呃 他我觉得他最为天才的一点 就是在于呃 他对就是短视频创作 以及这个人性的这个观察 是非常的到位的 他没有就是说呃 把自己演得特别油腻 呃也没有说就是呃 非常肤浅的去呃 把这个事情给演出来 而是说在我们就是看完他的事情之后 就是我们效果之后还会呃 呃有一些些的这个这个思考 就是并且我们不会觉得 他真的是那么那么蠢 那么自恋的一个人 啊 但是他本身长得也很帅嘛 就还有其他的这个男性创作者 就是他们也会把这种下头男的 这个行为呃 给演出来 就演的也是非常到位 非常好 所以他们的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是非常的细致的 就能够看出来 他们的这个呃 共情能力也都是有的 有共情能力的人就能够呃 去非常敏感的去收集周围的这个信息 呃 还是感谢互联网的 我觉得这些内容创作者都特别棒 好 今天两个字我是战琳 恰恰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